来,我们看我们的八粒黑汁还有在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还剩七粒 相隔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宝贝黑汁有多袋 各位早上好,来,我们又来到我们的榴莲园 来,我们看我们的黑汁相隔十天 到底长有多大了 看到后边就是我们的黑汁 十天前我们看 跟十天后有没有长大了 我的猫猫也陪我来看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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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下,黑汁上来就到了我们的榴莲 哇!非常大了 哎呀!比我的脸还大 这个是手掌 我在后面完全看不到了 完全看不到 我看这个黑汁 全部这 快高长大了 快高长大了 后面那里也一样 看到吗 哎 哇!非常棒 非常棒啊 脸在这边 黑汁榴莲 最名贵的榴莲之一 榴莲被称为水果之王 黑汁榴莲则堪称水果王中王 因其外壳的刺状凸起的顶端 呈现黑色而得名 黑汁榴莲的甜度及口感极佳 但在马来西亚及全球范围内却产量极低 因此非常名贵 有数上黄金之城 即使在原产地马来西亚也很难尝到 新成熟的黑汁榴莲比猫山王的价格还要高 因为稀少且昂贵 黑汁榴莲常被当作馈赠贵宾至亲的重名 许多人只闻其名 却终生未遇机缘得偿其味 这一句话 给那些还没有尝到 真正黑色榴莲味道的榴莲粉丝 请放一半个心很快 黑色榴莲的生产就要增加了 给我们榴莲农民一点点的时间 你就得尝所愿 也希望各位网友多多的支持 给我按赞分享订阅好不好 给我更加油加力 我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视频给大家 谢谢你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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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